那我們把之前很單純的白冰也拿來比較之前就是白冰的光澤你可以看到他是 就是亮光的有反光的光澤那新的這個 紅色的這隻白冰呢他就是 舊化式的就是完全消光沒有光澤到那我覺得消光這個質感也做的 挺好的那那有講過他就有點像沙冰沙冰就只是沒有紅色然後上面多了一些沙子的顏色那這個紅色的塗裝呢 其實是塗得非常的不錯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把白冰 拿到旁邊 我們稍微看一下細節跟特寫 至於可動我覺得這隻可動做得非常的好跟之前的 比新白冰好非常的多 好所以我們做比較大的特寫你可以看一下 細節的 效果包含這邊 像呼吸器的 部分 然後整個頭的 細節跟上色而且他的上色不是 非常乾淨的筆觸喔就是還蠻有舊化的感覺是上面有一些 受傷或是刮傷 看得出來是故意的 然後在他的塗裝呢 你看你也可以看到他就是有沙冰的感覺只是上面漆上了 紅色的漆碎 上面的是有噴 在那種沙漠一層沙的那種質感 這是 比較 不錯的一個 舊化效果但是整支又不會太髒 所以整體感覺是非常好的 然後這一隻的關節 其實非常的緊了其實就白冰的關節就 就很緊 所以他 自己站著呢他不太會重心 不穩或是倒掉但背上背包之後就難說了可是他關節算是非常緊實的 好所以我們大概展示一下可動喔因為他的可動其實 算是很不錯 雖然沒有辦法到 最大的範圍可是已經是幾乎 是等於沒有穿衣服人偶可動的一個角度了肩膀上的這個盔甲其實也不太 不太會擋住喔因為他可以 移上來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做到非常不錯的一個 可動範圍 那腰部呢當然也是 可動只是因為腰部這邊有 盔甲這是唯一 比較會卡住的地方所以腰部的可動範圍算是比較 比較少的 然後大腿呢因為這邊 也都沒有問題而且 我比較喜歡舊白冰裡面的 內裝的黑色的衣服因為他就是 布料有點像景深衣的布料 而不是像 新白冰裡面是 那種合成皮 那你根本不敢去搬他因為一般就會 裂掉他沒有辦法去撐開他 但是舊白冰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喔 他也是可以站在 兩個貨車上面 好來去做劈腿的動作 雖然劈腿是不好的我們再三的強調喔 人家還是要一夫一妻子 這跟劈腿 跟人後沒有關係喔 好那這個呢就是 前腳可動的姿勢那唯一就是往後不行喔因為 被他的臀部的盔甲 卡住他並沒有像鋼鐵人有按鈕按了之後臀部會自動 自動打開喔 並沒有 到底講哪裡啊反正臀部是卡住的啦所以你的腿就不能往後 但是 膝蓋 礙於盔甲會卡住啊 所以膝蓋呢 除非你硬拗他啦 其實是可以超過90度 好那就是可能要稍微調一下 位置啊 那這個膝蓋呢其實彎到90度效果也還不錯了 然後再來鞋子跟膝蓋 的套團是分開的 好所以腳的角度也不錯 是可以彎動的喔然後再來 鞋子是軟膠的 所以 他的說明書也有說他是有一點點角度是 可以去彎他的 這一隻 比較硬 是我誤會他了嗎應該 好像這一隻不行喔這是比較硬 不太能凹 好這是 鞋子的部分啊那之前的 新白冰鞋子是 是可以凹的 所以我想說他應該是一樣 那也許是一樣只是 他比較緊 用力看看 好是不行的 好這個是 鞋子的部分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的順便我把它裝備穿上去 說真的這隻整隻的質感算是 挺不錯的喔所以我個人還蠻喜歡這隻 紅色的一個 舊化的 沙漠冰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全身的轉轉的 那最後呢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新品介紹那覺得我的頻道不錯 就是歡迎多多訂閱幫我多多分享那也謝謝大家 就是 持續觀看大人玩具開箱的一個介紹那同樣有任何需要預定或是需要配合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我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啊沙漠紅冰之類的 的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